有这么一位作词人 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但你一定听过他的作品 光飞 陈一逊 凤凰传奇等一众明星 唱火过他的词 他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作词人 唐田 早在十多年前 大学毕业的唐田 进入芒果娱乐 创作多首爆款神曲 他为李宇春创作的 《甜蜜的我爱你》 风鸣一时 为张亮颖创作的 《如果爱下去》 红遍大街小巷 为周笔唱创作的笔记 更是成为周笔唱的代表作 除此之外 他写的《唱的响亮》 直接被定为2009年 《快女》主题曲 《超女》的成功 并未让他停滞不前 在他心中 始终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自己的偶像 陈一逊能唱自己写的歌 当他觉得自己 离梦想更近的时候 命运却无情扼住了他的喉咙 2012年大年三十 唐田被确诊为鼻咽癌 即使饱受病痛折磨 他也没有放弃音乐梦想 他强忍着病痛 在床上用颤抖的手写歌 他要让自己的每一分钟 都充满意义 他特别喜欢那个陈一逊 所以想把这首词给陈一逊唱 女儿的坚韧和梦想 父母一直看在眼底 为了帮女儿圆梦 老两口瞒着唐田 登上中国梦想笑 说出她的梦想 最终也打动了陈一逊 唐田姐 首先要谢谢 感谢你 那么欣赏我 好 你等我 好好加油 我不辜负你的作品 加油啊 经历过多日的治疗之后 唐田奇迹般地开始康复 而他的音乐梦想 也在乎新生 他为电视剧 下之未至 血追光者 写出了女孩的心声 不卑不亢 为电影《前任三》 写体面 写出了爱情的心酸 他为毛布衣写 《无名的人》 写出了平凡人物的拼搏 与艰辛 他为凤凰传奇 写海底 写出了向死而生的力量 陈奕迅发布新歌 《孤勇者》 刚一上线 日播放量就突破两亿 乃至今日 仍是歌大平台 Top歌曲 这首歌呢 正是唐田 为他量身打造的 唐田不仅完成了梦想 互相成就彼此 而《孤勇者》 那热血的歌词 正是唐田 涅槃重生的悲壮告白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首歌呢 自从其干完成了梦想 相当英雄 多余相当英雄 第二次 我们下期 未经许 将